是這樣的關係啊 冰塊好硬 天啊 大家好我是葉天倫 這次在接觸戲裡面呢 我所飾演的是Mike這個角色 大家好我是二哥 擔任就是天倫哥的老公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 這次之所以會答應這個演出 當然是因為他們跟我說 我的Partner是二哥 我馬上就答應了 我覺得就還蠻趕早的啊 因為我從來沒有演戲的經驗過 那但是我覺得這是接下來 台灣同文過了之後 會面臨到的很重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剛好是一個 有意義的可以被探討的所謂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 欸參與這樣子是有趣的 所以我就參加了 我覺得他是真的真的很細心的人 因為像是有時候 我是第一次演戲嘛 那很常常找不到位子 我應該站在哪裡啊 然後我現在應該要做什麼啊 然後他看到我的時候 就說欸老公來 啊你要站在這裡 欸老公來 我們女兒在找你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他 任何的一些事情都讓我覺得 非常的就甘心這樣子 我自己所做的功課是 我就先去加他的 追蹤他的臉書 後來我就想說 不如我就叫他 冰塊盒好了 我就說欸冰塊盒冰塊盒 然後他就想說 欸為什麼叫冰塊盒呢 喔因為是這樣的關係啊 冰塊盒 好硬 天啊 請兩位回答 想要跟謝嘉賓做什麼 如果是夜情 約會 結婚 一 二 三 約會 哈哈哈哈 所以 二哥比較 容易一點 也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因為我覺得 好好拿去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們兩個就是互相講 喔互相講嗎 對 好 1 2 3 3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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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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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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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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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